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它称之为经济战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来探讨一下经济战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 什么是经济战 对经济战我的理解 是使用经济金融手段 打击削弱对方的实力和社会稳定性 改变对方的政治意志 迫使对方改变政策和行为 或者剥夺对方的政治生命 那么这样一种政策 我们称之为经济战 法国1806年之后 拿破仑所发动的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 以及在1950年代 苏伊士硬核危机中间 美国对英国法国所实施的 这样一种经济制裁 尤其是对英国的英镑 进行的这样一种金融冲击 最终迫使英法从埃及受辱撤兵 那么这样一些经典案例 我们都可以把它纳入到经济战的范围 也就是说它使用经济金融手段 使用借助市场的力量 来实现国家战略和政治目标 那么特朗普政府中间 美国的deep state那个群体 发动了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比如说华为中兴 还有其他一些大学科研机构 发动了技术禁运 中国的访问学者留学生 他们的人才和知识的回归过程 遭受到审查 那么这样一些行为 都是可以归入广义的经济战的范畴 但是这里边我们要值得说明的是 特朗普总统本人所发动的 那个关税战 这个关税战 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战 比较有名了 大家关注比较多了 但其实这个关税战 还是针对其他许多贸易伙伴 在历史上 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之间 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 都打过为了肌肉也好 为了纺织品也好 为了什么轮胎也好 为了钢铁也好 都打过很多的关税战 那这些关税战呢 一般来讲 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经济战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对方的政治意志 不是为了这个借助经济力量 市场力量 去实现战略和政治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经济性的 那么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那下边我们说说拿破仑的经济战 这个拿破仑在军事上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他在大战略层面上是相当失败的 我们所谓的大战略失败 就是说他在打遍欧洲大陆无敌手之后呢 他发动了对英国的这样一个经济战 也就是著名的大陆封锁体系 这是因为特拉法加大海战中间 他的海军被英国彻底摧毁 那么所以从此之后呢 他无法通过直接的暴力手段去摧毁英国 所以他就想到借助经济金融的力量去摧毁英国 来改变对手的政治抵抗意志 但是呢显然这位法兰西之子啊 他对炮兵的应用 对战略战术 对集中火力 打击敌人啊 进行决赚决胜啊 这方面他是一个划时代的天才 但是他的知识结构中间 严重的缺乏对经济金融货币等等领域的 基本的理解 他犯了很多错误啊 比如说他想通过经济战呢 居然想把英国的黄金给挣完 从1806年11月份的这个柏林次令开始啊 到后来的1807年的7月份的法额法普之间的提尔西特条约 第一道米兰次令第二道米兰次令特利亚农次令通过这一系列的条约和次令呢 他在不断的推动啊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 这个拿破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呢 他导致了整个对英的经济战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错误就是对暴力和管制的迷信 以及对市场力量的侵蚀 那么粗看起来呢 市场似乎是异于管制的 因为你只需要派几个执法人员 派几个士兵去港口查扣啊 征税啊 没收啊 你就似乎可以把英国的商品挤之门外 但是从长期来看啊 管制就像一个大坝 内外两侧会形成巨大的价格落差 啊 它带来的政策阻力将是累积性的 并且有很强的渗透性和风险性 那么市场市场的性质啊 就像水一样 市若实强 市无实有 善则阴柔 聚则汹涌 挟支则易逆 亲支则易富 那拿破仑呢 显然是不是市场水性的汉鸭子 他一味用强 逆市场之力行事 用武力和强权 来建立围堵市场运行的大坝 结果短短数年间 大坝自身不断的喷塌塌陷 那么出现了1808年到1812年的西班牙的反叛啊 和1812年的这个俄罗斯的反叛 那么这两个大缺口啊 最终导致他的拿破仑帝国的全面崩溃 他犯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重视贸易 但却不理解金融 在国家间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他并没有在这个大陆封锁体系里边 把这个金融货币这块必要的纳入到考虑之中 那么他试图用封锁来榨干英国实力的同时呢 却允许英国的金融体系啊 在欧洲大陆借贷吸纳 甚至允许英镑在欧洲大陆流通啊 这就相当于自己在跟跟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 对手居然有根出脚插进你自己的血管里边 是吧 他可以从你的血管里边去吸血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重商主义经济理念 是吧 重商主义这个东西啊 非常容易 让外行人着迷 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你凭第一感觉非常容易被重商主义给给降服啊 但是呢 这个啊 你真正学习之后你就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死胡同 这个拿破仑居然想吸干英国的黄金储备 从而迫使英国政府破产 是吧 这个问题就在于在金本位置对于国际贸易 有着天然的调节作用啊 呃 怎么样的调节作用呢 好比说我的目标就是 我想要吸干英国的黄金储备是吧 我拼命卖东西给你 然后让你支付黄金给我 然后呢 我少买你的东西 这样我有贸易顺差 我的贸易顺差导致你的黄金流向我 没有黄金储备了 你就没信用了 没信用了你就崩盘了 但是呢 实际啊 在金本位置下是这样的 因为黄金货币啊 你的黄金流向我了 我这黄金多了 我这黄金多了 我生产的这个 比如说茶杯 是吧 他就会变贵啊 随着双方的黄金的储备 我这越来越多 你这越来越少 我的东西就变得越来 成本越来越贵 你的东西成本越来低 那你想 这个事情是不是 越做到后边 它的难度就越大吧 因为我要从贵的地方 出口到便宜的地方 我亏损就越多 那我补贴你就越多 那这个还没把你弄死之前 我自己的财政亏空 已经就受不了了 啊 就最简单来讲 就是这么道理 著名的思想家啊 休默就非常好的 已经论证了相关的问题 是吧 就是金本位之下 你要把对方的黄金给震满 是不可能的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拿破仑呢 他对自身的定位 政治定位 没有与世俱进 啊 那么原本他是个科西加岛人啊 他一开始对法国是仇恨的 那么后来呢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法国皇帝 那么他就是带着法国的军队啊 去打遍了欧洲大陆 但是他控制下欧洲大陆之后呢 他仍然是把法国的利益放在所为 这就导致了他作为占领军啊 作为帝国主导者和这个帝国的外部成员国之间啊 他无法保持利益的一致性 拿破仑打下欧洲大陆之后呢 假如说他能够与世俱进的把自己定位成欧洲的皇帝 而不仅仅是法国的皇帝的话呢 他在发动对英国经济战的时候啊 他就应该照顾整个欧洲大陆的利益 比如说英国的商品卖不到欧洲大陆来了啊 那些工业制成品的发展机会生产机会呢 就应该分啊 应该比较公平的这个分摊给欧洲的 比如说荷兰啊 普鲁斯啊 是吧 西班牙呀 是吧 让奥地利呀 让大家都有利益可振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统治呢 就具有较强的合法性了 那他可以让拿破仑政权和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形成新的共同利益 是吧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各国内部扶持起一批新法的新兴社会势力 比如新兴资产阶级 是吧 假如他能做到这一点 奥斯特里斯战役之后的大部分战争 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啊 没必要打了 那么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政治经济格局 本来也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这样的趋势啊 一二十年之后 他巩固了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之后啊 然后再发动对英国的这个 这个全面的决战啊 那么他其实是有不错的迎面的 那么在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上 他犯的错啊 大战略错误 其实还是相当明显的 这个从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的角度来讲呢 呃 我们今天啊 在面临类似的场景的时候 啊 一定要吸取他的教训 啊 努力避免他掉过的坑 这个其实作为中国人啊 我相信是不难看出 拿破仑体系的逻辑缺陷的啊 呃 为什么 因为中国古人就有非常高明的 操作经济战的先例 呃 比如说吧 管仲是吧 我们知道管子 管仲 作为齐国的执政者 那他操盘过齐国对外的一系列高明的经济战 比如最有名的一个福波响鲁的故事啊 简单讲呢 就是说他要吞并鲁国 但是呢 他又不想动刀兵 是吧 他要搞和平崛起 那怎么办呢 这个他借助自身的市场力量啊 先是在齐国国内倡导穿薄啊 薄呢是百分一半的棉一半的丝的这样一种混合制物啊 但同时呢 他又不允许齐国的农民种桑树啊 呃本国没有桑树你就产不了丝 然后呢 你又倡导大家穿薄 那么就是湿的价格就被炒高了 是吧 需求很大 供给不足啊 那么就会进口 从哪进口呢 从邻国 入国 那么这个鲁国的农民就发现 哎 如果我不生产粮食 我把粮田变这个桑树 是吧 养产 烧丝 支撑薄 然后贩卖到齐国去 获得的钱换成粮食运回来 我能挣很多钱啊 所以呢 从财务上来讲非常划算 是吧 那 鲁国的农民啊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 就慢慢的都不种粮食了 纷纷开始去种伤啊 养产 搞手工业去了 过了几年 等到形势成熟 那么管中就下令 说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 齐国 大街上 见到谁身上有一根丝 都要抓去坐牢 不允许再穿 带丝的植物啊 与此同时 齐国不允许一厘米流进鲁国境内 啊 那么你想 这一下子麻烦了 是吧 这个身上如果不穿丝啊 不穿薄 你可以穿棉穿麻 都不成问题 但如果你不吃饭啊 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 他很快就导致 这个鲁国国内 铜火膨胀极高 是吧 这个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啊 然后政治不稳定啊 然后 鲁王 就投降了 那这个 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呢 他就利用了不同商品的 这个供给弹性啊 价格 供给和价格弹性的大小的问题 是吧 我们知道 粮食的弹性是极小的 所以缺那么一点点价格可以飙到天上啊 呃 而这个 丝绸 服装的这样一个价格弹性是比较大的啊 这你 呃 他的供给是比较容易啊 调贼的 他 他的这个可替代性比较强 那么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 拿破仑 他不应该806年 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英国实施禁运 是吧 而是应该先寻求相对的和平和相互开放贸易 啊 然后呢 利用自己打下了 或者实际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啊 尤其是 呃 1809年 他跟那个沙皇 是吧 签订了条约 那形成了同盟 一块对付英国之后呢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条件 他整个欧洲就可以同时发动对英国的这样一种 这个突然的贸易战 在发动这个大陆封锁体系之前呢 他应该充分利用整个欧洲的财力和信用 连续多年低价倾销粮食 并大规模台价收购储存英国的棉布啊 这样的政策组合将导致英国国内工业出现大规模扩张啊 大量的信贷劳动力投向棉坊之业 而英国粮农将因为无力可图而转中其他农作物 那么这个政策持续数年之后 那么找一个冬季啊 联合尽可能多的主要经济体 包括欧洲大陆各国南北美洲 是吧 然后同时宣布全球主要经济体 同时对英国全面建议粮食和棉布啊 这个宣布对英国的所有公债公司债务作废啊 那么只有这样一种集中的力量啊 进行这样一种啊 集中全面的突击 才有可能导致英国粮食供应出现明显缺口 价格暴涨啊 然后带动他国内通胀持续上升 生活成本上升 而同时棉布供给严重过剩 价格暴跌 大规模裁员破产信用链条断裂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还需要有法国把之前在欧洲大陆 已经囤积的英国棉布呢 进行低价倾销 所以这个经济战过程中啊 你不要想着挣钱 经济战就是要赔钱的 因为你的目的是付出财务的代价 来换取政治的好处 来摧毁对方的 打仗哪有挣钱的呀 打仗是要花钱的 拿破仑在这个 这个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过程中啊 他的矛盾呢 他的许多政策有时候是内在矛盾的 一方面他想要通过市场手段 摧毁英国的政治政策和政府啊 但有时候呢 他又贪心啊 想要让自己的法国啊 在这个过程中呃 获得工业上的好处啊 所以这个政策啊 他是指向矛盾 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间啊 他研究到经济制裁的时候呢 他们喜欢用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一致性原则 一个叫做脆弱性原则啊 他比如说强调受制裁对象的脆弱性 在什么地方 是吧 那么你就照着他这个薄弱的地方啊 你来制裁他 让他难受啊 呃 这观点有没有道理呢 初听起来有道理啊 但我认为 呃 还不够高明 他并没有抓住真正这个制裁有效 或者经济战产生啊 关键效果的这样一个关键点 我认为呢 这个这个 重要的不是经济战 经济战带来那种压力的绝对值有多大 也不是作用的时间长短 而是 那个压力的波动性 就在他相对短的时间内 那个压力的变化值得特别巨大 那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突破 受制裁对象 或受打击对象的那个 呃 自我调制 自我调节的这个极限制 啊 使得他短期内啊 这个无法有效的调整啊 缺乏应对调整的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 比如说吧 拿破仑对英国进行粮食禁印 他会抬高英国国内粮食价格 从而导致英国农民在政府或者市场的鼓励之下呢 去种粮食啊 扩大政治面积 或者通过渔业木业来开发替代性的食物 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调适和适应机制的存在 那么纵观历史上的经济制裁 禁印是吧 这个 那么通常啊 如果你开始威胁发 威胁禁印 威胁制裁到实施制裁 一开始没有取得相应的政治效果的话呢 你就是拖再长时间 效果也不会好 所以当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给英国的确造成了很大困难 英国国内的政治意志的确已经出现了动摇 是吧 国内生活非常痛苦啊 但是这个力量还不够大啊 他尤其是没有集中到同一年来发生这个事情 那拿破仑在军队的应用上非常擅长战略其中啊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尤其是在经济战上 他却忽视了这一点啊 这是挺挺可惜的事情 那么再次借用刚才我提到的水和市场之间的这样一种类比来进行啊解释 那么经济战跟直接的军事战争 直接的暴力冲突对抗呢 存在区别 是吧 这个这种决斗啊 是双方在水中而不是在陆地上进行决斗 那陆上的决斗靠的主要是力量速度和抗击打能力 而水中的决斗啊 你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水性 看谁能把对方给淹死 啊 这个让对方设起平衡 就是要掀起大波浪来 而这不是靠蛮力 而是靠共振的技巧 所以经济战必须要懂水性啊 必须要懂市场的内在的逻辑关系 拿破仑发动的经济战 他试图把英国的黄金振蓝 就如同这个这个使蛮力 使对手身边的水全部流开 一样那么困难 是吧 这个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所以在经济战中间的不能一味的打压啊 而是要推波助澜啊 其中包括上升区的哄台 和下降期的打压 从而形成了这个不利一敌 而操之在我的这样一种 供求的巨幅波动